大家好我是舞秋風 介紹完最小生物之後 很多人問我有沒有最大生物 minecraft的最大生物前五名又是哪五隻 我也這樣問我自己為什麼沒有 當然有啊 我們馬上就來拍 首先介紹我們的第五名就是 解毀獸 1.14的星怪喔 星怪就擠入排行榜前五名 解毀獸的基礎寬度呢是1.95 那高度呢是2.2 比兩格瘦一點啦 然後比較比兩格還高一點 大概是這個距離 那乘起來呢是8.36左右 這就是我們的解毀獸 站在一格上面都顯得有點 有點小欸 忽然覺得一個方塊好小喔 跟上一集比起來 這個生物真的蠻大的 在minecraft裡面第四大的生物 就是我們的史萊姆 大隻的史萊姆 所以熔岩史萊姆是跟他一樣大的 所以他們並列第四名 史萊姆碰撞箱呢 比兩格多一咪咪2.04 基礎長度2.04 高度也是2.04 所以乘起來是8.49 大概這個大小啊 硬是比解毀獸多了這麼一咪咪的大小 就這麼一咪咪 可是實際看起來解毀獸好像比較大對不對 因為他的頭 他的腳 都在外面欸 然後這個是完整的包覆在裡面的 而且還多了一咪咪的大小 以碰撞箱來講的話 所以 所以 欸 這個 這兩兄弟 龍燈第四名寶座 我們的第三名 就是恨行於地獄的 伊歐伊 欸 大家應該都猜得到吧 他 本身 有夠大隻的 所以 是一個蠻好的移動標靶的齁 伊歐伊的碰撞箱 有開跟沒開感覺好像差不多對不對 他本身就是顯示白色的 就是沿著他的頭啦 有四格 四乘四乘四 基礎長度四 高度四格 那個下面的鬚鬚不算 就是這樣子好不好 四乘四乘四 看不出來 有 有碰撞箱的感覺欸 你的視線在哪裡啊 也看不出來有沒有 太白癡了吧 麥塊第二大的生物就是巨人 巨人算嗎 巨人除了召喚能拿到之外 平常生存 根本看不到啊 還是講一下好了 巨人的底座是3.6乘3.6 就是基礎長度3.6 高度有11.7 哇 很高欸 所以沉起來大概151格左右啦 這個比 比這幾隻大很多齁 不愧是叫巨人齁 不過這個 應該不算吧 在揭曉第一名之前呢 因為第二名有點存疑啊 所以我們補充一下 第六名是什麼生物 我們的第六名是 遠古生海守衛 欸 其實有點 他有點被低估了欸 你看 他的碰撞箱都被吃在裡面了 照理講應該要比 史萊姆還大的說 可惜他就是剛好兩格 這個長度兩格 就基礎長度兩格 高度也兩格 2乘2乘2 剛好8 有沒有 人家乘出來都有8點多 啊真可惜啊 所以如果巨人不算的話 啊巨人 巨人已經消失了 你就是第五名 好不好 這邊第四 這個第三 這個第二 巨人被署名了 最後揭曉我們的第一名 相信你猜到 我猜到 大家都猜到了 就是我們的 終界龍了 應該大家都猜到了吧 讓我們來看看 終界龍的碰撞箱 有多麼誇張喔 有一大半都是空氣喔 超級誇張 他光基礎的底 就16格 16乘以16 然後高有8格 哇 那個 乘起來 有2048格 非常大一個空間欸 那個 可是 終界龍會穿越很多物體嗎 大部分的方塊都會被他穿過去 所以 他也沒在管的嘛 那個 碰撞箱 大的有 真的蠻誇張的 我個人是這麼覺得啦 以上 就是 麥塊裡面 最大的生物了 你問我凋零 抱歉 他排不上名啦 好不好 我們 下次再會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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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 我們 有 的 我們 有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